大家好 真是很久不見 各位大師班員 我是茂茂老師 這位大家都知道 詩詩老師 請大家看看這邊 Semi 特別今天跟我們坐下一起聊天 就是幫我們唱藍中音的那位Semi 過去幾年都經歷了很多事情 今年我們知道再次能夠邀請 你跟我們一起在音樂會獻情一首歌 多謝你上來 多謝你 你是一個很非調和害羞的人 是 跟你站在台上的感覺完全不同 因為站在台上是師父 我覺得要盡量給最好的神 雖然我自己經常都會很懷疑自己的能力 但是如果站在台上師父 我覺得還是盡量把最好的謙避神 你知不知道最近我們出了一段影片 2019年的時候你唱《永活的神》和《天國》 對 我以為我自己唱得太差你們不出了 哈哈哈哈 你留下很重要的時間才會出 重要的時間 這麼久 這麼久 等了四年才有大師 其實是我太太在等的 不是我 是 因為我平時都不太看這些 但是太太始終都會逼我看 我看了就覺得剪輯都很好 沒有剪輯過你的聲音 哈哈哈哈 你真是唱得這樣 沒有理由 是嗎 好 那我接受 感恩 我覺得相當感動 和神拿回很接近的關係 就是 我的神 它不在可綁 它不在海中之深處 能夠和我們現代師父一起配搭 我覺得那份謙卑是不容易的 我會感受到不是 我突然說 我很喜歡唱這些聲音 我很喜歡唱歌 真的沒有 還有聽到你和幾百位大師班員 一起去表達同一首歌的時候 那個震撼簡直就是 真是倍數而長 我記得的 尤其是第一次 第一次的時候 師班員 在後面出來的時候 我就想推動我 有你們所有人在背後 我覺得 那個焦點在神那裡就夠了 就不關我的事了 我只不過是一條館 大家都是一條館 那個凝聚力很急 事不宜遲 說了那麼久 我們都希望 可以招聚我們過去的大師班員 我們太想見到你了 所以很希望再次招聚大家 再一次參加 今次的主題是 人靈 今次獻唱這首歌就特別了 其實是兩首歌 黏在一起去處理 一首是傳統的詩歌 另一首是我們機構的詩歌 他兩首歌的主題都是說上帝 說他 他 他 但拼在一起的時候 會發生甚麼事呢 表達有甚麼訊息 想告訴一些 弟兄姐妹 原來神的引領是怎樣的 是 事不宜遲 快點按這裡 快點 快點 立刻報 10月28日 29日 就是我們這兩場的 敬拜音樂聚會 快點預留時間 星期六和星期日 快點按下 快點叫頂子妹一起報 到時見 拜拜 拜拜